来到东京改装车展的现场 Siley和猫咪 碰到我们的老友Marchi 还有新朋友 是的 大家好 我是Chino 为什么说一说 我们要找四个人一起遮住后面 因为我们现场看到一辆很特别的GT3 车身上的拉花 就是由Chino Lam做出来的 首先他们给了一个idea 就是一个Black Tiger 而我认识他 我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像老虎仔 做了一只公仔 为什么他尝试呢 幸好不是老虎 因为他的样子有点恶 有些斗子 很强的斗子不是有点 很强的斗子 然后再配合我平常设计的鱼 至于这条鱼鱼 就是代表力增上油的意思 浪花就是 好像我们两个一起 越洋过海来到日本 大家结合一样东西 就来到日本 我知道你平常设计不同的figure 就很多了 今次在车身上有这样的拉花 你觉得哪一个位置是最难 或者是你自己预念不到的呢 最难就是车身的位置 所以刚好那个浪可以遮到那个位置 Margie 你见到Chino设计完GT-R给你之后 你觉得和你自己的性格 会否配合到呢 其实是 刚刚和Chino讨计这个项目的时候 亦是TOMAC和模型车仔 一起去create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是想到 原来我是用一个老虎的主题 加上我的戳眉戳眼的样子 在这个设计之前 你觉得你像老虎呢 没有啊 人们觉得都是和可亲那一群 但是设计完之后 就好像是一只老虎 骑着一条鱼去参加日本来的赛事 至于什么赛事呢 大家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